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凌晨00点 武林娱乐将旗下一人 Inpity,Lovely,Gordon Child Lokkepunch,Koranby,Essum等的SNS账号 都换成了这种样子而引起了一阵争议 因为武林娱乐旗下所有账号的头贴 都变成了一个男人的背影 封面变成了一丝是黑客入侵时候的绿色代码的样子 所以一开始有网友们担心 会不会是武林娱乐旗下的账号同时被黑客入侵了 但是很快就发现到 这是公司为了宣传 1月17号回归的旗下新人男团Dripping 而炒作的营销战略 让一百步 有约再生的其他艺人们就撇去先不算 重点是 公司也将去年11月合约到期的 Lovely,Gordon SNS账号 也使用在宣传新人男团Dripping上 而引起了非常多粉丝们的不满 用这种方式的话 只会降低公司的形象 给新人招会 真以为旗下一人的粉丝们都会喜欢吗 公司的官方账号就算了 有必要动其他爱豆的账号吗 真的不知道这样的话会有反效果吗 奇华这个的人根本就不懂饭圈 不只是对爱豆们 对粉丝们也是太不尊重了 我是无限个离子的粉丝 这所属公司真的是越来越糟糕 真的搞不懂 想象我的爱豆被这样的话 真的会很上火 那么想要Lovely,Gordon的账号 跟追踪术的话 就不要解散他们呢 头心疼Lovely,Gordon的粉丝们 哎 吴林拿一手好牌 该做的不好好做 去做一些有的没的这么尴尬的事情 对于吴林的宣传方式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在韩国上班族论台收到很多关注的一个贴文 你借用讨厌我的话 我的人生应该会很疲累吧 还要考虑是不是该移民 但是参问 就算你不喜欢我 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改变呢 顶多就是眉间多一点周温而已 不要再多呢 准备下班吧 或者是留下来工作也行 哎 这贴文下的留言都是 组长 你把困难的事情都交给我 就不要说有什么好困难的这种狗话 然后你也做点事吧 十八家伙 贵宇 你过得还好吗 千万不要过得很好 你过得很好 我就会觉得很冤枉 我会导够请求 希望你的儿子女儿 也能见到你这样的上司 这世界真的有各式各样的疯子 叉叉 滚一边吧 看点眼色吧 你来公司就是为了唠叨吗 黑粉们 你以为你的留言能影响到我的心情吗 还是觉得能煽动别人呢 吃饱饭没事做的话 就去睡你的觉吧 所以 大家有没有想要说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世界观冲突的 Yuna跟Karina 昨天一位网友上传了 好像是第一次看到 Yuna跟Karina同框的照片 这是在12月31号的NBC开游截战 主持人Yuna跟四枚Karina同框的照片 CG跟女神 哇 初年时代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Yuna像游戏中的公主 Karina是来救公子的女战士 两个人都太美了 哇 Yuna跟Karina脸都太小了 两个人都好漂亮 Yuna是迪士尼公主 Karina是漫威风格 世界观冲突 所以 大家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的美呢 没了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